大家好 有些花友养蝴蝶兰 可能想要自己的蝴蝶兰开花比较多 但是也有些花友可能想要自己的蝴蝶兰开花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让蝴蝶兰的花朵变得大 那么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给它这个花剑长分支出来 因为蝴蝶兰它这个花剑是具有分支能力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长了一些分支出来 然后从这里重新又开出了花 那么这边它又开出了花 如果说大家想要自己的蝴蝶兰开出来的花 比较大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在前期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给它修剪掉 那么底下这一部分的话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更具有观想性 所以这就看大家自己的需要 是花多还是花大 当然了 不管是我们想要它开花多 还是想要它开花大 都脱离不了给它补充充足的能量 那么建议大家在蝴蝶兰开花这段时间 使用这种蓝科专用有机营养液 因为它是一种有机肥 不烧根 而且用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它兑水 1比1000的比例 一个星期左右给它浇灌一次 或者同时给它喷湿一下这个叶面 这样的话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才能让它开花多开花大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